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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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看后 掩面部 这是双手一直缠 偏风推面部 双手在风池做一指缠偏风推法 称为蝴蝶双飞 摆动类手法中还有一种鱼迹揉法 大家看鱼迹揉 并通过鱼迹揉的摆动 并通过鱼迹布带动呆处的皮下组织一起揉动 鱼迹揉法可以在自己的手背上训练 随时随地都可练习 鱼迹揉法常用于前额 蝶骨和四肢关节等 鱼迹揉法是推拿手法初学者的基础练习法 有助于提高腕关节的灵活性和柔韧性 应该早于一指缠偏风推法令系 鱼迹揉法有书筋通落 明星安神等作用 可用于失眠 精神紧张 头痛 头晕 面瘫 慢性疲劳综合症 鱼迹揉法也是面部润肤美容的常用手法 还有一种与一指缠推法的摆动式运动形式类似的指揉法 其特点是连续性有节奏的摆动 但用力很轻 指揉法有二指揉法 三指揉法等操作方法 摩擦类手法是以手的不同 好了 因为以指缠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流派 在推达发展的近代史上 它影响非常深远 所以我们先给大家看了一些名家 曹仁发 严俊涛 钱玉玲 他们的一些操作 下面我把它的原流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流派的原流给大家讲一讲 这样有利于我们以后对民间流派的整理 什么叫流派 什么叫流派 派 分枝 对不对 什么叫派 派就是水的分枝 俗文上面说派则水之分意 所以这个水本身是这样流 但是在这个地方分出一个枝 那么这一枝就叫流派 那么什么叫流派 第一个 流派 第一个 它一定要流 第二 它要分 分出的东西和原有的东西比较它相不相同 不相同 所以它应该有新意 那么什么叫流派呢 定义 什么叫流派 什么叫流派 流派是具有特殊性质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或者一个团体 或者一个集合 应该是这样说 那么什么叫推拿的流派呢 同学们想一想 什么叫推拿的流派呢 推拿的流派是关于推拿的 对不对 关于推拿的这样一个群体 这样一些人 关于推拿的一个群体 但是推拿呢 它有主要的东西 但是它毕竟有流派 所以这个流派呢 它是具有特殊的什么 它有明确的传承链 它有明确的传承链 而且有特殊的技法 特殊的技法 技术当中的一些药理 或者一些方法 特殊的技法 或者有特殊的一些认识疾病的 激灵的这样的一群人 集合在一块儿构成了一个什么 构成了一个流派 所以呢 这就是什么 一个流派的定义 就是流 但是分出去 流就要一代一代的传承 潘就要分出去 分出去就与本身 这个主流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说它一代一代传下去 而且它有特色 特色表现到什么 特殊的认识疾病的一些机理 特殊的一些技能的方法 当然也就能够取得特殊的临床疗效 我们把这样的一些群体 掌握了这样的一些推拿方法的群体 就把它叫做推拿的流派 所以这是流派的一个定义 那么第二个问题 流派形成的一个标志是什么 流派 就是说具备什么条件 我们才叫它一个流派 同学们想一想 第一 它有什么 有一个明确的传承链 而且这个传承链 这样我想绝对不应该少于三代人 对不对 可能三代四代更多 才叫什么 才叫流派 有些东西就是 父亲传给儿子 儿子最后就怎么样 就断了 这个东西不能叫流派 所以呢 它有 第一个标志是怎么样 它有 明确的传承链 第一个 它有明确的传承链 而且这个链呢 可能应该大于怎么样 可能要大于三代人 所以这是第一个标志 这是第一个标志 第二个标志 它有特殊的技法 比如说 其他的推纳手法都是在揉 对吗 都是在点穴 都是在扣机 但他突然来了一个 我治病是这个方法 他我治病是这个方法 或者像我们成都的一个 天真按摩流派 他治病全部用博柔法 所以他一定要有特殊的技法 而且这种技法不同于 传统的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创新 所以技法 第三 我们说一个流派 形成的标志 第三一点 它一定要有什么 有重要的著作 好 重要的著作 如果没有相应的著作 那么你说 那这个东西就在明天这样 你传我 我传你 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 扯老隐士一样 对不对 那个说不清楚 所以一定要有著作 著作 著作 著作是记录这些技法的 同时呢 既然是著作 它一般又要上升到 理性的层面 来反映 这个群体 反映这个流派 所以呢 传承念不同于一般的 特殊的技法 然后呢 它的应该有著作 第四 有没有地域性 所以有人说 流派呢 应该有明确的地域性 比如这个流派主要在什么地方流行 那么它应该怎么样 它有一定的地域性 所以呢 我们刚才再给大家强调 我们民间的两种特殊办法 你的民间在哪里 他谈了四川也可以了 但最好再怎么样 再深入一些 所以呢 我们说流派形成的标志呢 就应该怎么样 应该有这样四个方面具体的内容 但有的人呢 说还有第五一点是它的理论体系 对吧 它还应该有它独到的理论体系 比如以子禅 它认为 要学好以子禅 用好以子禅 那么一定要练内功 所以呢 它的内功 强调的很厉害 我们那个成都的天真爱慕流派 它强调什么 它强调无为 对不对 无为 天真恢复本性 所以它的理论呢 应该是具备了这样五点 我们就认为这个流派呢 就成立了 才可以把它叫做流派 那么 我们下面呢 我们就 给大家介绍一下 主要的一个流派 就是以子禅的这个流派 那个在具体的手法的练习过程当中 彭老师呢 给大家可能操作方面讲得多 但以子禅这个流派到底谁发明的 同学们知不知道 同学们知不知道 有一年考研究生 然后河南的两个学生 就在台子上 自我介绍 介绍完以后 我们下面的老师给他提问题 对不对 我问他 我说你是不是真推专业 他说他是真推专业 我说真推专业的学生 那么以子禅是必须要重点练的 但是以子禅的源流怎么样呢 我就给他提了一个问题 我说你知道以子禅 的发明家 发明者在你们河南的一些故事吗 结果他说不知道 而且他说那个以子禅的发明者是河南的 他也不知道 对不对 这就非常遗憾 那么以子禅是怎么发明的 现在据钱玉林先生介绍 他是在清朝的 有的说是咸丰年间 有些说是同志年间 有两种说法 那么比如说他说同志年间 同志年间在荷兰 有一位 对不对 推拿大师 叫李建成 这个需要大家记得 李建成 荷兰 荷兰的李建成 他有感于当时推拿手法 非常简单 而且他悟出一个什么东西 同学们 推拿手法最终的治疗疾病 要求手法要达到什么 达到什么 好 两个字 滲透 说得好 这个同学说得好 推拿手法最终治疗疾病 要求要达到滲透 肾 参入进去 透 往伸着走 那么传统上都是点法 都是按法 就是直接对局部产生一个什么 你看那个点法 按法 是不是直接对下面产生一个挤压 那个挤压很刚啊 看得很刚 刚性太强 所以呢这个李建成呢 这是一根钢签 什么叫伸透 就查得越深 就叫越伸透 他说如果用点法 就相当于 这样弄 但是呢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你怎么样 大家看一个钢签 这样把它把它插进去 容易伸呢 还是这样弄到 后者 所以后者就需要在下压的基础上 加一个什么 摆动 所以为什么把 遗子禅的这个方法 叫摆动类的推达手法 就来自于这里 摆动啊 下压的基础上 还左右怎么样 摇摆 下压的基础上 还左右摇摆 就要摆动类手法 所以呢 李建成 下压 拇指下压 再加左右摆动 这就是遗子禅的雏形 那么 他运用这种方法 如火存清 运用得非常好 运用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很快病人就很多 很快他的业务就上进 传说 他就成了御医 被请到皇宫里面去怎么样 做推拿了 当御医了 这下身份就怎么样 地位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就有什么呢 就有荷兰 到了什么 到了紫禁城 然后呢 他就在那个地方给皇帝啊 给贵族啊 给那个什么 宠妃啊 这些推拿 用椅子禅 但是呢 有一天 丁凤山先生 就刚才大家看到的一张照片 所以李建成是第一代人 第二代人 都要记得 叫丁凤山 再看到那张照片 李建成碰到丁凤山 是丁凤山碰到李建成 丁凤山会武术 所以传说他是林冲一样的人 什么呢 林冲是什么人 进军教头教武术的 那么教武术的有一天受伤了 受伤以后怎么样 找到李建成 李建成给他推拿 李子成 那么坐牢以后 血脉通了 经络通了 疼痛缓解了 炎症消了 所以丁凤山以之为奇 再加上本身又学武术 经常碰到跌打损伤 于是让丁凤山先生拜李建成为师 李建成将所学 全部传给丁凤山 传到丁凤山的手里 丁凤山本身会武功 本身内功也深厚 所以李子成在丁凤山的手上被发阳光大 影响很大 那么丁凤山离开了京城 到了什么 到了上海 江泽一带 于是呢 就在另一带 传授他的 传授他的那个什么 就是一字禅 所以刚才大家看到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 他说丁凤山在民国的 对不对 的初年那代时间 带了十多个弟子 十多个弟子 每一个弟子都能够在上海滩上怎么样 那开诊所都能够赚到钱 所以他们在上海开了十三家 推打诊所 而且靠仪子禅打天下赚钱 然后在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 十三家仪子禅很团结 每一个月 大家都要怎么样 十三家人坐到一块来 来干什么 来聊天 我 这一个月碰到 有什么疑难杂症 我是怎么认识的 我是怎么处理的 最后疗效 好了 那么我总结 给大家说 以后大家碰到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办 但另外一个人介绍 我碰到一个病人 我知道至今还处理不了 那病人的肩还在疼 病人的颈现在就是还是转不过来 那怎么办 那大家又给他出主意 所以实际上在进行 那个初始的一种什么 民间的一种交流 然后这个时候 就有人就把他们的谈话记录下来 所以最后呢 写成了书 叫以子定禅 以子定禅 对不对 还有以子阳春 就写成了这样的书 所以丁凤山传了十三个地址 十三个地址 所以呢 由丁凤山的十三个地址呢 但在上海 在江浙一带 就影响更大了 影响更大 所以呢如果说你说你在上海 在江浙一带 如果你搞推老 不会以子禅 这会是被别人笑话的 所以同学们 在南方的 南方的南派 就用的最多 所以大家一定得认认真真的念 对不对 所以呢就是以子禅 以子禅 然后呢以子禅最后 传给丁凤山 丁凤山有十三个地址 最后呢传到一个人 叫朱春亭 啊 对不对 那么朱春亭呢 以子禅及大臣者 而且这个时候呢 朱春亭呢就给很多上海的 还有给国家的领导人推拿 对不对推拿 推拿之后呢 当时呢他们传说 他给奴定一推拿 那么奴老 奴定一就给他说 你的这个方法好啊 应该把它继承下来 应该办学 就让他怎么样 让他去筹划一个学校 一所学校 所以他在筹划学校的时候 他说我们要培养一事 培养一事 他说的这个事是这个事 但是最后呢 说一事 培下来培养一事 一事是什么水平 一事是中专水平 所以呢最后他们第一届 包括大家看到的 年军涛这些读 读了四年书 读出来拿到一个中专文凭 所以最后中专怎么样出来 要一步一步的爬 所以他们的职称上的都很慢很慢 对不对 朱春亭 朱春亭开始办学 而且第一届的教学 第一届的教学 对不对 那就是突出什么操作 他们有人说 有人说朱老 讲仪子禅的时候 第一堂课进教室 他是端了一顿豆腐进去 把豆腐放到这个地方 一句话不说 就在豆腐上开始做仪子禅 豆腐上要洗定 还要摆动 这个操作来操作去 所以那个豆腐还没坏 但是最后做完了用刀 把豆腐从母子这个地方一剖开 它操作的那个地方完全是一个柱状的 就空了 里面就是水了 对吗 这种功力你说怎么样 所以所有的学生都佩服得不得了 然后呢 仪子禅一开始要在什么上面念 要在米袋上念 所以朱老和他的师母 就全班几十个人 就做了几十个米袋 然后呢自己去凉店里面买米 把米装到负袋里面又缝好 每个学生发一个米袋 那学生们呢就 朱老发的米袋就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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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到了期末说要考试了 哎呀同学们啊就 这个时候有些同学平常又不努力 到这个时候听说怎么样 听说要考试了就就每天练啊练啊练啊练了都想考考一个好成绩 结果说朱老那次考试啊 到了考试那一天让大家都来 好来了之后 然后让大家把所有人的同学的米袋写上名字交上来 交上来之后考试就结束了 他就回去把每一个米袋测开 这个米袋已经是粉末了 九十五分 这个米袋半解米了 现在是半解米或者三分之一的米那种大部分是那种 那么这个人可能是九十分或者八十五分 如果这个同学的米还是米 那对不起你不及格 所以当时有当时他们有一个同学说 早知道这样嘛我我头天晚上我也 我就我就拿着棒对不对 不断的打嘛对不对 几下打成打成睡眠嘛 所以呢就是什么就是遗址 朱春亭办了 从朱春亭起开始办了学校 专门传授推拿技能 传授宜子禅的知识 然后呢全国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对不对 最后呢就说这个方法不仅仅是要我们上海人知道 还应该让全国知道 所以先后办了很多期全国的培训办 每一个神给你两个名额三个名额 大家就到上海去学 所以呢这样呢逐渐呢遗址就怎么样 就封醒全国了 但是这样遗址呢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对不对遗址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然后遗址在流传的过程当中 然后有一个人呢就叫丁济峰 所以丁济峰本人是遗址禅的正宗的继承人 但是大家所有的弟子都说遗址禅好 但是丁济峰先生呢就在想 遗址禅好好在什么地方 好在他的摆动 就遗址禅的摆动啊 这是他最大的优势 就向下压 压到之后还要左右摆就容易生透 这是他最大的优势 但是遗址禅他认为毕竟面积小了 对不对 就only one finger 就只有一个指头 所以这个面积很小 所以在血位上可以 但是如果在腰部在臀部在其他地方呢 在肩部呢他认为这个面积小了 但是他的优势呢是在摆动 所以他就在想 有没有一种方法 既有摆动 但是面积又大 那么他认为这样的方法 就是值得 怎么样 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丁济峰先生 他从当时民间的两种操作方法 民间的滚法 民间开始的滚法 这个滚看到没有 这个滚有两种 第一种 拇指在中间 其他几个手指把拇指包着 看到没有 这样滚 看到没有 这种滚的运动是前臂的什么 前臂的旋转 大家注意看 大家不要去看书 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它的特点呢 它是完全是一个前臂的旋转 看到没有 它的结束面是什么 小鱼记的记住 前臂的旋转和小鱼记 这种方法呢非常柔和 任何人都喜欢 这是一种滚法 另外一种滚法呢 是全背的滚 我把全背 把它抵在一定的部位 看到没有 这又是一种滚法 这种滚法呢 由于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把我的重力 加上去 看到没有 所以它 这种方法 它的滚是靠什么动作 碗关节的什么 碗关节的什么 屈身 它完全靠碗关节的屈身 看到没有 那它结束面是什么 第二个直骨 或者长指关节 或者长指关节 它的特点是怎么样 刚性有余 柔和不足 第一种方法呢 是柔和有余 刚性不足 所以丁继峰先生不知道怎么样 突然开窍了 他说如果这两种方法 融合到一块 那面积就怎么样 就大了 柔和也有了 刚进也有了 就刚柔相近了 于是让他悟出了滚法 这个滚法呢 因为是丁继峰先生创立的 而且呢 而且呢 是不同于这个三点水的滚 所以呢 最后他发明以后 别人送他一个字 叫这个滚 叫丁细滚法 所以见到这个提手 就是我们特殊的丁细滚法 而这种滚法 实际上就是 这种方法 和这种方法 那么同学们 那么我们来合成一下 第一呢 我们晚关节要 屈伸 第二 第一呢 第一呢 是前地要怎么样 要旋转看到没有 第二呢 是晚关节要屈伸 那么把它合成的手法 就是什么 晚关节既在屈伸 前地又在旋转 所以大家 大家看看这种滚法 看到没有 我的晚关节在干什么 晚关节有个这个动作 看到没有 所以晚关节有屈伸 大家看前地 前地有什么 有旋转 所以呢 这个就是 晚关节的屈伸和前地的旋转 合成 第二个合成是什么 第一种方法是小鱼记 第二种方法是什么 长子关节 那么合成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看 这样一条线 这样一条线 合成的结果就只能是事物长子关节 大家看这第一种 第二种 现在合成第三种 看到没有 所以始终是这个地方 所以丁继峰先生呢 在这种情况下 他发明了滚法 他发明以后一开始 一直缠着这种 内部很多弟子 还认为他已经叛道 但是 好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 真理永远是真理 而且会发光 所以随着 丁继峰先生的 那个滚法的创立成功 而且在临床不断的应用 大家发现他 适合于面积 很大的地方 大块的地方 用滚法效果非常好 而且大家看那个滚法 这个地方是习定的 就这个地方始终是压在一定的部位 滚出去 滚出去 它是圆着 压迫的最厉害的这一点 不断的向外 把它挤压 但是我回来 回来的时候他怎么样 你回来他也回来 你滚出去 就均匀的压出去 你收回来 外面的压力一撤掉 又回来 无形当中就在局部 怎么样 无形当中就在局部 形成一种什么 压出去 我把气血压出去 现在没气血了 我一回来你又回来 你回来我又把你压出去 我又回来 无形当中形成一个什么 在局部形成一种 潮汐一样的这种气血的改变 所以有人就去研究 滚法滚了以后 内飞态的含量就增加了很多 所以就心快 就舒服 那么其他的方法就没有这种疗效 这就是它的特点 虽然这个滚法现在作为一个流泛 流传下来 我们大家都在用 病人也喜欢 虽然这是什么 这是这个流派 这是这个流派 那么 一开始 同学们 一开始这是推达的主流 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地方分出一支 叫做流派支流 但是呢有的时候呢 支流它会怎么样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粗 支流 但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呢 走到这里说不定怎么样 汇合进去 或者这个地方也说不定 这样一样走 但是这一支又怎么样 所以遗子禅就是一个典型的 有支流 有一个地方性的一个什么 一个具有地域性的这样的东西把它扩展到全国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廖老师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一堂课 那么廖老师讲到深思历解 对不对 所以呢 希望同学们呢 就引起注意 因为我们推达事业靠大家 所以今天呢 我给大家讲到一篇文章 我们从文章当中整理民间的东西 又给大家讲到 遗子禅的这个简单的过程 那么同学们就明确我们推达的发展 的确还要不断的创新 我们要真的要学习丁继峰先生 如果不发展 我们大家在书上怎么说 我们怎么照着做 那么永远不创新就没有出路 那么这就是这堂课呢 给大家讲的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